满庭方公益协会寒冬送暖9号上午在理事长林国栋带领之下 捐赠民生物资给北花莲地区有四个乡镇市的弱势家庭 采购物资高达100万元 其中花莲市有720户低收入户的家庭来受贿 花莲市长魏嘉贤到场协助发放并颁发感谢壮 期盼有更多善心企业能共享胜举 共同关注社会的弱势族群之外 他并表示花莲市去年开办15银行 有需要的家庭或个人不限户籍都可洽询花莲市公所 满庭方公益协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他 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花莲县境内所有的一个弱势 或者是一些捐官的部分都热心的付出 尤其是在每一年税末寒冬的时候都会准备很多很多的物资 整个北区的部分总共准备了2000多份 那在花莲市的部分也准备了700多份 那我们真的希望说这些收到了物资的朋友们 都能够得到相关的一个帮助跟协助 那在此也要呼吁所有的乡亲朋友 如果身边有需要协助的朋友们 也请不要客气来联络花莲市公所 我们会用工部门的行政力量来协助需要帮助的个案 而这一场发送活动9号上午在花莲市静丰生活园区举办 除了花莲市的低收入家庭之外 还包括了吉安乡、新城乡以及秀林乡的弱势家庭 岁末寒冬关怀一些低收入家庭 那我们今年准备2000多份的物资 要分送给2000多个家庭 在此特别感谢满庭汪所有的赞助会员 那今年我们所花费的金费会在100万左右 今天特别感谢我们花莲市工所 魏家庭市长他所提供的场地介于我们使用 还有我们国军空军连队的弟兄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请他们过来帮忙 我们满庭汪公益协会发放生活物资 今年刚好迈入第14年 这14年我们非常感谢 一路一直支持我们这个协会的会兄会姐 以及我们的顾问 林国栋也以该会名义颁发感谢状给魏市长 感谢花莲市工所提供场地 协助办理寒冬送暖的公益活动 现场包括了捷安乡长游书贞 花莲市议员林元富 秀林乡代表白世仪 林一龙 以及副市村长邱金城 花莲市国府里长吕启明 也都到场协助李明再送物资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